譬如說我們在質詢 這個陳明通的時候 陳明通他其實就犯了一個毛病 他就是口口聲聲的就覺得說 韓國瑜就是沒有得到 沒有事先申請 然後就進去了中聯辦 問題是客水煮變 這個韓國瑜他到香港去 如果人家就是要邀請他 進去喝杯咖啡 可是目前的法律上面 港澳行是不用申請的 對 是不用申請的 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其實他們一直在講 就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其實如果到港澳的話 應該是用的是 香港 澳門的關係條例 不是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但是你不管是用兩岸的 或者是港澳的關係條例 都沒有規範到中聯辦的部分 沒有規範到我們的地方首長 如果要去中聯辦 該怎麼辦 沒有 所以現在要想新的辦法來管 對 他就是現在要把它列入到 他要去修法 要在兩岸人民關係條裡面 要把它列進來 當作說將來就是地方首長 還有政府官員 將來如果要去港澳的話 都要再申請 這樣子其實是會限制了 很多城市交流的問題 今天我有問陳明通 我說你們其實負責的兩個機關 在香港的香港辦事處 在澳門的辦事處分別是誰 他講不出來 因為香港辦事處 是現在沒有人 還是他不知道是誰 他們去年就是有提名了一個 爐長水 可是從去年7月到現在 遲遲香港政府不給他簽證 所以他沒有辦法到任 所以問他說 那你有沒有好好去協調這件事情 他說有 我說那請你給我 你有協調的證據 九個月下來 我們到現在香港辦事處 還是沒有辦法履新到任 所以當然在現場 他沒有辦法幫忙 就是變成一個高明村的一個組長 代理的處長 在協助處理 到了澳門 我問說那你們的 澳門辦事處處長是誰 他講不出來 陸委會下面就是兩個機構 一個是香港 一個澳門辦事處 他連他澳門辦事處長 主任叫什麼名字 他講不出來 後面的才有人給他打Pass 說是陳雪懷 陳雪懷是誰 是我們國民黨 陳雪生委員的弟弟 之前就是 我們的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所以他其實被派任到澳門 去擔任我們澳門辦事處的處長 我問他說 這個處長有沒有陪著韓國瑜 進去一起看看中年辦的這個人 他就說他是有去接機 但是他沒有陪著他進去 我說那很奇怪 那為什麼不陪著進去 然後這陳明通就說 是他們沒有邀請 我說好 那能不能請高明春 這個代理的處長跟澳門的 這個陳雪懷回來 我們立法院接受質詢 告訴我們這到底怎麼回事 換句話說 今天到底是你陳明通 不讓他要求陳雪懷不要進我們中聯辦 陪著韓國瑜進去 然後讓他有一個藉口 現在回來來處罰他 還是說其實他是可以去 但是他不敢去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 我覺得這邊真相 還有帶他們兩個人回來數值的時候 我們才能搞清楚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今天這個狀況是 如果說根本到目前沒有一個法 提到說去中聯辦到底該怎麼辦 而他現在講到要罰錢的 這50萬或者是五年徒刑的 那根本就沒有講到中聯辦的部分 更不要講說 其實當初法務部 針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這三三條之一 其實就有一個在法條上面 他有講 他說其實這個法定的不是很好 這個法裡面針對這些機構 要去簽署部分 他的這個定義非常的含混 所以會讓人民團體無所适從 換句話說 從幾年前這個法務部 就有這樣子的函視 到現在其實陸委會 都沒有提出修法 三三條之一 真的要能夠拿出來用 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更不要講說 今天韓國瑜他只是去賣農產品 然後賣了五十幾億 所以其實他是在拚經濟 而且是全民發大財 不是只有高雄農漁民發大財 現在是全民發大財 因為其實訂單來了 不是說只有貼上高雄出產的標籤 這些農產品才賣得出去 甚至是高高品的地區 甚至台中的東西 還是都可以賣出去 所以我覺得其實今天 韓國瑜出去這樣拚訂單 結果我們的陸委會 既然又這些莫須有 甚至是不存在的法條的罪名 來入他於罪 這是非常非常不應該的 蔡英文這樣做決定 陳明通配合了蔡英文 那麼再進一步的深論 我覺得給陳明通 也給蔡英文帶來難題了 因為陳明通現在的麻煩 可能比其他的人 還要更複雜更多了 原因很簡單 剛剛我們已經有強調了 就是說港澳地區是不適用 這個兩岸關係人民條例 因為這是兩岸關係人民條例 第二條他寫得很清楚 那也就是說 香港澳門並不適用於大陸地區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跟香港澳門 建立關係的一個聯繫 因此他沒有辦法去處理 這個韓國瑜在香港澳門的事情 我們現在講 是在深圳跟廈門的事 陳明通他當陸委會的副主委的時候 是2000年到2004年的5月19號 他一卸任陸委會的副主委之後 兩度的到了廈門跟北京 那麼兩度的到廈門跟北京 跟涉台官員 而且在北京待了四天 談什麼 談兩岸的統合論 然後談歐盟的模式 所以陳明通必須要寫 兩份以上的報告 這是在2005年的時候 你說他有可能會被罰50萬 不只 因為他直接談到政治議題了 談到兩岸的統合 應該怎麼做 談到歐盟模式 可不可以解決兩岸的問題 這是他跟北京的涉台官員談的 在2015年的時候 他跟政立中會面了 跟政立中會面的時候談什麼 談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 這又是很嚴重的政治問題 所以他這個報告也要寫 接著他本來要帶台大的學生 我們到北京去訪問 可是因為剛好那是2018年 要去訪問 剛好那段時間 他們大陸中央委員會開會 他們說我們現在忙得不行 所以沒辦法接待 我們看到了 接著他就接了陸委會主委了 我們要問的問題就在於 一個陸委會主委的陳明通 你這麼多次的到大陸去 都談政治議題 兩岸統合怎麼統合起來 歐盟模式可不可以解決兩岸問題 中華民國憲法的第二共和 怎麼進入第二共和 我們該怎麼解決這問題 你談的都是敏感的政治問題 都是國家主權的問題 好 那你全部都要寫報告 我覺得當你把報告寫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你的報告是不是指四行 還是五個字 而且你的報告一旦公布 你要想一件事 北京有沒有可能 你在北京跟他們對話的時候 他也跟你公布 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陳明通你很有可能 馬上要進去檢討了 因為他已經不是50萬了 可是他那時候是陳教授 他常常就否認了 他那時候是陳教授 現在是陳主委 所以身分不一樣的時候 所講的話就可以不一樣 剛剛卸任陸委會副主委 三年的條款還沒有 當然 可是那個已經變太大 那個時候我們曾經問過他 他的回應 陳明通應該很仔細的研究 這79支三條 因為他怕他自己 可能有觸法之間 所以他對於這一條的內容 現在應該是滾瓜爛熟 所以79支三條 他既然這麼熟 他還說要罰韓國瑜50萬 時間不一樣 全是點就不一樣 但是79支三條的規範 非常模糊 對 非常模糊 所以我也看了 對 我也看了79支三條 他也沒辦法處分韓國瑜 他沒辦法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玩這一招 把自己打得遍體淋傷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笨 但是他卻製造了一個 讓全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 就是你想方設法的去打壓韓國瑜 韓國瑜為高雄市民 為高雄市的農民 那麼爭取這麼大的訂單 我們昨天已經有強調了 拿到這麼多的訂單 而這個訂單占整個高雄的 農業總產值的24%到30%左右的時候 它有利於高雄的農民 他的水果醬 在盛產的時候的一個調節作用 這個對於高雄的農民 對高雄市民是多麼開心的事情 而你要用這種高壓的方法打壓他 你要去找一個無法適用的法條 去欺負他 高雄人一定會受不了 高雄人一定會忍不下這口氣 不只高雄人 屏東人也會忍不下這口氣 因為屏東人也希望 韓國瑜也能夠幫他拼到訂單 台南人也希望韓國瑜 也能夠幫他拼到訂單 都會忍不下這口氣 也就是說一個為台灣的農民 拼命的一個市長 你民進黨的蔡英文 你民進黨的陳明通 你們要找一些莫須有的理由 要去砍他 要去殺他 要去破壞他 台灣人沒有那麼好欺負的 我覺得南部的台灣人 會站出來 會反對他們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陳明通的這個做法 讓他自己站不住腳 我們現在要先看一看 陳明通先把你的報告寫出來 給我們大家先看一下 我們想看看你的報告 你當時是怎麼跟人家談的 你的對話稿 對話記錄 留給我們看 您真的假訪